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2月18日星期二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洋新闻频道中国新闻栏目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走进疫区,聆听疫区普通人的声音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武汉肺炎 聚焦点放在武汉 再具体一点聚焦于殡仪馆 那么今天的主题可能会比较的沉重 期待您的理解 画面上您看到的是湖北省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导演长凯先生 根据大陆媒体2月17日16日的报道 长凯先生一家五口人四个人因为武汉的肺炎而不幸离世 这就包括2月3日他的父亲最早染病并离世 2月8日他的母亲离世 2月14日长凯先生本人和他的姐姐也先后离世 目前他的妻子染病正在住院 他的儿子因为在英国而躲过一劫 事实上呢 之前我在采访的过程中就有武汉朋友 武汉人告诉我 在武汉一家三口四口死亡两口或者三口 甚至因为肺炎而绝户的都实有耳闻 我个人对这种说法是略有迟疑 倒不是说我不相信我采访的武汉朋友 而是主要因为我担心武汉的疫情可能对武汉人的心理造成了一些影响 所以呢让他们对一些外部的消息表现的比较敏感 常凯先生的家庭悲剧被媒体曝光之后 我相信我曾经采访过的武汉人所言非虚 常凯先生的五口人雇去了四个人在武汉 看来真的不是个案 深深的为逝去的武汉人默哀 也希望活着的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一切安好 尽快好起来 那么在常凯先生的消息之外 也有我采访过的武汉人就告诉我 他的妈妈因为感染了肺炎 已经去世了整整十天 目前音讯全无 没有骨灰的相关消息 也不知道他的母亲到底有没有火化 这位武汉的朋友还告诉我 今天2月18日 武汉的防疫指挥部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给他打了电话 就简单的询问了他的情况 问他有没有感染 这位朋友呢就趁着机会 向防疫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询问了他母亲的消息 工作人员的回复让他有些失望 工作人员说目前没有任何消息能够给到他 可能的原因就是殡仪馆人太多 死掉的人太多实在是太忙 这位朋友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我 过往包括这位朋友在内的很多武汉人都接受了我的采访 那么透过我与他们的交流 我就努力传递出非常多的武汉的真实的情况 这一次我觉得也有必要来帮这位朋友来问一问殡仪馆或者是民政部门 这其中很多人都想知道的就包括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武汉 武汉的这些殡仪馆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他们是不是高负荷运转甚至是所谓的24小时不间断的焚化炉在运作呢 同时很多媒体也报道了外地的殡仪专业队伍来持援武汉 那么这些是不是真实发生的情况呢 相信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得到及时和透明的发布 我相信皆是我采访的这位武汉朋友 包括长凯的儿子都会好受一些 采访准备的比较的仓促 电话连线的效果也不好 那么有请大家的原谅 当然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一句话是 我曾经采访过的方斌先生 如今已经消失了11天 方斌先生就说了这么一句 如果主流的媒体央视不去这样的现场 那我们去 喂 青山斌馆 这样的 您这边有没有什么事 所以我就想直接来问 因为网上说24小时烧尸体 我们的这个您也看到了 那这个就是说您在青山殌仪馆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没有没有没有 那这个是姚女人吗还是说 对对对 是的是的 那但是现在市政府假设 那我找民政部门能了解到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喂 你好 汉口殌仪馆问你服务 因为我们在微信上 微博上都看到说 咱们这个武汉各个区的殌仪馆 主城区的五大殌仪馆都在24小时烧遗体 我们就作为这个 我们就很担心 也很关心这个事情 是不是真的 不好意思 你这些问题我不能回答你 找哪一位呢 或者是谁能管事呢 那你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话 你能来我们单位吧 领导部门或者行政部门是打哪个电话呢 我说了 你要想知道这些问题 你只有自己来我们单位 我们想问一下那你领导的电话 或者是说对外的一个电话是哪里呢 现在你要想知道这个事情 你得来我们单位找我们领导 那你们这个 喂 你好 武昌殌仪馆 您这边有遗体要接运吗 我们现在业务比较烦恼 我们想问一问 现在是不是真的说遗体烧不完呢 现在武汉人很担心这一点 您这边如果没有遗体要接送的话 我这边要挂电话了 那我如果找领导 能找哪一个领导打哪一个电话呢 您可以去打三个线 您可以去咨询一下民政局 我们这边只是一个接运电话 好的 好 谢谢 好的 好 拜拜 以上三个病理馆的电话 打过去很快都有人接听 客观的来说 我感谢这些工作人员 还是比较耐心 比较克制 也是比较礼貌的 其实他们也处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们 接下去 我把电话打给了武汉市的民政局 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喂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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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什么事吗 我们就是看到微信微博 包括各种消息说武汉的尸体 这个武汉的尸体烧不营 然后河南重庆北京 这些殡仪馆的人还过来持援武汉 我们一定要打这个电话 就是要问一问 武汉的殡仪馆 主城区的殡仪馆 武昌汉口青山这样的殡仪馆 是不是24小时连逐转 是不是尸体烧不营 那么我们能在哪里了解到 官方公布的消息 因为长江日报也没有报道 你们的官方网站呢 我看了也没有更新 是这样啊 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换一个角度说 媒体肯定不会报道 就是说 那个尸体烧不营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或者烧得营 或者烧不营 这个肯定是不会报道 对吧 但是我非常负责任的跟您说 每天公布的这个死亡数据 肯定是真的 对吧 就是每天新闻媒体 都会报道这个死亡数据 对不对 您根据这个死亡数据 您自己也可以判断出来啊 这个东西真心说啊 不管我们说啥 可能就是都会 大家都会心存怀疑说 会不会瞒报啊 或者怎么样 真心说啊 公示出来的死亡数据 哪个都不敢作假 对吧 因为现在中央也说了 作假那都是要追责的 死亡数据绝对是真的 这个我敢非常负责任的跟您说 我相信这个微信微博上说的 稍不赢稍不急的一个说法 就是指之前一直没有确诊的 就死掉的 那这种我们 这样啊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我实际求是说 我觉得您心里可能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了 所以现在不管我们说啥的话 可能您都会心疼怀疑 这个没办法 是这样啊 我觉得现在纠结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纠结的是活人 真的 我个人就这么想 到昨天 就是我自己老师也去世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纠结的不是说 死了怎么样 现在死者事宜 对吧 我们现在更要关注的是活人 我觉得可能我现在更关心的是 社区的老百姓 他们能不能买到菜 对吧 然后现在活着的那个病人 能不能得到救助 对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目前最关注的事情了 对不对 我们都希望那个死亡的 就是这个疫情不要再扩散 对吧 然后更多的病人得到救助 对吧 我觉得这个活人的事 现在是比死人的事更重要的事 看您能不能认同我这个想法 那可能是因为您的家人或者直系亲属 应该没有直接遭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死的人都没有办法让他确保尊严 因为死的人毕竟是1700 怎么可能 你听我说 您听我说 很多死的人是没有尊严死掉的 他们的名字很混乱 他们最后的抢救 只能说非常的潦草 他们还没有确诊 我非常负责任地跟您说 我不知道您从哪里听到的 您亲自进去没 真的 您亲自进去没 刚才我打电话去武昌殡仪馆 他说你得到我们殡仪馆来 市民怎么能够去到你的殡仪馆 是啊 所以您既然没有 那这不是一个矛盾了吗 包括长凯这个死 现在武汉人都你们 对你包括民政系统非常的失望 我相信你还在闻过是非 如果死的人没有尊严 才一千七百多个人 你们都搞不定 我还是那句话 我建议您就是亲眼所看 是吧 现在政府 你们民政系统 为什么不能说公布一些实时的数字呢 因为你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 国内和国外 都是说你们24小时 您不要跟我说国外 国外的假消息多的是满天飞 他们国外 美国就不像中国好 老实说 这是一次不成功的采访 因为作为 油管上的非机构媒体 或者是机构媒体 当做采访的时候 理论上 采访的人 或者说记者 应该保持冷静 但采访的最后 我基本上已经 丧失了冷静了 我必须检讨 因为作为 公民记者 草根记者 保持冷静 理性 克制 平衡 是题中应有之一 也是基本的素养 但是我还是不得不问 第一问 看到这次视频的您 还可以保持冷静和克制吗 我的第二问 如果武汉市民听到 武汉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持有这样的个人观点 或者是看法 他们还能保持冷静吗 我的第三问 我想问问 武汉市民政局的这位女士 我们有的时候 是不是太过于冷静了 以至于失去了同理心呢 第四问 我想问的是 一位母亲 一直到死都没有确诊 然后十天 她的儿子和女儿 都在等待她 安葬的消息 等待骨灰盒 然而十天就 都没有等到任何消息 这难道是 有尊严的死亡吗 我个人还有很多问题 我相信 各位也还有很多的问题 但对于我而说 我的嗓子已经哑了 作为一个先事实 再观点 基于事实 发表所谓看法的 油管上的非机构媒体 我一直在努力的去 走进疫区 聆听疫区 普通人的声音 我感到非常的匹配 那么以上就是 这个时间段的播报 期待您的评论 订阅 点赞 如果您行有余力 也欢迎您的打赏 我把PayPal的打赏链接 附在了视频的下面 难为情 但确实渴望得到您的帮助 来支持大洋新闻频道 来支持我本人乐歌 来支持独立的新闻报道 再次感谢各位 让我们保重身体 不断的去追问 探求真相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